教学内容为地培们日常教学习惯 游戏规则可能有些微调整 建议的地宝们请再参阅说明书哦 香料之路 在兵家必争之地的香料之路上 如何靠香料之间的贸易成为顶尖商人 就要看你能否在不同资源的转换中创造最大收益 香料之路是世纪系列的第一部曲 还有其他续作等你来体验 游戏设置 依照游戏人数选取商对牌 确保其中一张有骑士玩家标志 洗混后发给每位玩家一张 由拿到骑士标志的玩家为骑士玩家 把橘色牌背的分数牌正面朝下洗云 放在桌面中央成为牌库 并翻开五张 依序放在牌库左侧 把玩家人数两倍的金币与银币 分别放在最左方的第一张与第二张牌上方 在紫色牌背的商人牌中 找出正面有紫色框框的骑士牌 每位玩家拿取一张生产2与升级2的牌当作首牌 剩下的骑士牌放回游戏盒中不会使用到 把剩下的商人牌正面朝下洗云 放在桌面中央成为牌库 并翻开六张依序放在牌库左侧 把香料方块按照颜色分类放在碗中 并按照黄色、红色、绿色、棕色的顺序摆放在一旁 从骑士玩家开始 分给每位玩家不同的香料方块 骑士玩家拿取三颗黄色 按照顺时钟方向 第二位与第三位玩家拿取四颗黄色 第四位玩家拿取三颗黄色和一颗红色 以此类推 将方块放在自己的商队牌上 这样游戏设置就完成了 游戏流程 游戏将进行数轮 每位玩家都完成自己的回合后为一轮 游戏从骑士玩家开始 依照顺时钟方向执行回合 轮到你的回合时 你必须执行以下其中一种动作 动作一 出牌 从手牌中打出一张放在自己面前 并执行牌上的效果 第一种牌为香料牌 按照牌左上角的图示 从碗中拿取对应数量与颜色的方块 并放在自己的商队牌上 例如此牌为拿取绿色和黄色的方块各一颗 第二种为升级牌 有一个箭头朝上的图示 例如此牌为升级2 你可以依照桌面方块的顺序 总共向上升级两颗方块各一级 例如把两颗黄色方块都升一级变为红色方块 或是把一颗黄色方块升级为红色 再把这颗红色方块升级为绿色 以此类推 升级3则表示 你可以总共升级三颗方块各一级 第三种为交易牌 有一个箭头朝下的图示 例如此张牌 可以从你的商队牌上 拿取箭头上方的两颗红色方块 放回碗中 再从碗中拿取箭头下方的三颗方块 放回自己的商队牌上 只要你有足够的方块 你可以执行数次交换 动作二 购买 购买场上一张紫色的商人牌 如果你想购买最左边的商人牌 也就是离牌库最远的牌 它是免费的 可以直接拿回你的手中 但如果你想购买其他牌 必须付出方块 例如 你想买左边数过来第四张牌 你必须从你的商队牌上 拿取三颗任意颜色方块 在前三张商人牌上各放置一颗 才能将第四张牌买回手中 以此类推 买完牌后 把牌向左边移动来填补空格 让空格出现在排库左边 然后再从排库翻开一张来填补空格 如果你购买某张牌时 该张牌上面有方块 将它带走放回自己的商队牌上 把自己面前刚才打过的所有牌 拿回手中重新变为手牌 动作四 换领 换取一张场上的分数牌 例如你想换领此张分数牌 你必须从你的商队牌上 拿取两颗黄色与三颗棕色方块 放回碗中 并把此张分数牌 面朝下放在自己面前 此为隐藏资讯 在游戏中 没有人可以查看你面前的分数牌 接着一样把牌往左边移动来填补空格 并从排库中翻开一张来填补 如果你换的是最左边第一张或第二张 你可以拿取该牌上面的一枚金币或银币 如果在游戏中 最后一枚金币被拿走 而还有银币 将银币整堆向左边移动到原本金币的位置 每位玩家的商队牌上 最多只能有十颗方块 回合结束时 如果超出上限 必须把多余的方块放回碗中 而碗中的方块没有上限 若游戏中不够拿取时 可以自行使用其他物品来代替 游戏结束 在四到五人游戏中 当有某位玩家换领到第五张分数牌时 将该轮游戏玩完 也就是每位玩家都执行相同的回合数后游戏结束 如果在二到三人游戏中 结束条件改为六张 每位玩家各自计算总分 分数来源为分数牌上的分数 另外一枚金币三分 一枚银币一分 相对牌上的方块除了黄色以外 每颗价值一分 总分最高的玩家获胜 如果平手 由回合顺位较后面的玩家获胜 恭喜你会玩香料之路咯 喜欢我们的影片吗 欢迎订阅与分享哦 你们的支持是我们的动力 更多优惠及消息都在伯根地官方来 快速寻LINEID 小老鼠IBGL 或扫描加入我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